今天这一期我不允许各位评估的公主们没有看到 给大家分享 尽管我平时爱用的高级千金感发菇 金价都只要20元 带上你就是千金本人 第一个就是被你们问报的这个蝴蝶结发菇 因为我不带发菇的时候嘛 我的头皮是有点塌的 有点贴头皮 看上去这个颅顶又不是很高 带上以后吧 是不是 这个颅顶一下子就增高了不少 也就漂亮了七八九十分吧 像这种大蝴蝶结 你们买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材质比较立挺的 如果这个蝴蝶没有立起来的话 会显得有点塌塌的 没有精神 下一个发菇也是买在他们家的 就是上面有这种星星点缀 还蛮俏皮的 刚好中和了这种黑色的成分感 而且它这个发菇是比较厚的 戴上以后它视觉上也会营造那种头包脸的效果 夏天的时候戴这个发菇 再配上你们的这些黑色的小裙裙都很好看的 包括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也很搭 下一个这个发菇是我上次录掉带裙的时候戴过的 你们都还蛮喜欢的 这种发菇就是典型的韩剧女儿必备款 戴上以后是有一点偏宫廷风的效果 一看就是财阀家最受宠的那种小女儿 但是你们猜她才多少钱 没有想到吧 我怎么这么回挑啊 它这个上面还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宝石 就显得很高贵很精致 戴这个发菇发朋友圈都会多几个赞好吗 接下一个就是我日常当中比较喜欢的这个黑白色的款 比如说我的洗脸发菇找不到的时候 我都会用它来代替 这款就要比我前面戴的这几款都要宽很多 脸圆的老公们看过来 你们一定要去试一试这种宽宽的聚修饰脸型 戴上以后真的就是巴掌脸 这个地方是有做一个小扭结的 也是会有一个自动增高颅顶的效果 颜色也是这种黑白拼接比较经典款嘛 纯纯的法式慵懒风 像你们日常去搭配一些小外套啊 白衬衫绝对很触片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种宽宽的 还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小小的细细的蝴蝶结 它这个白色加上这个小黑边 也是那种很法式的风格 但是它这个就是比较薄一点 更加适合一些发量王者们 戴上以后满像小公主的一块 最后这个压轴的肥肠卷发工 看似平平不起啊 但其实真的效果惊人 我不允许还有老婆们没有买啊 如果你们买过那种肥肠发圈的都知道 它其实就是一个原理 而且我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去买丝绒材质的 像这种断面材质 虽然看着还是蛮高级的 但戴上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丝绒的显致感 给你们试试你就知道了 真的很像那种纹裙边 一点都不像公主会带的 我比较推荐各位老婆们 去买贴定自己发色的 就比如说我是深色的 我肯定为无脑推荐你们买黑色 眼看就像圈了一圈麻花一样 直接就把那个发量给增多了 好啦今天的发股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个呢 爱你们拜拜